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地带的一个绿芯 而十年前 这里一度因过度开发而遭到损害 近年来 湖南省从规划 立法 追责 整改等方面入手 现实全面清退长珠潭城市群生态绿芯区内的工业企业 坚守生态底线 真正让这一片城市绿肺重新焕发 勃勃生机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2018年5月18日至19日 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提出了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 强调坚决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大会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就坚决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做出部署 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的意见 蓝天 避水 净土保卫战全面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发展理念为先导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 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制定了四十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 从总体目标 基本理念 主要原则 重点任务 制度保障等方面 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 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这里是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平镇渔村 你一定很难想象 这个满眼青山毛竹微窑的金幽山谷 曾经是个粉尘飞扬的石灰石矿山 近十多年来 渔村先后关停了矿山水泥场搬迁工业园区 打造生态旅游区 美丽移居区和田园观光区 走出了一条以休闲旅游为主的美丽乡村之路 2020年 渔村全年游客量近100万人次 集体经济收入达700多万元 人均纯收入近6万元 两山理论在这里变成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实践 好 欢迎明天继续收看《百炼成钢》 党史上的今天 谢谢